自强号列车停在平交道上 车上乘客纷纷好奇往窗外看 大家议论纷纷 乘客拍下平交道柵欄 卡着一台白色汽车 车头毁损 保险杆整个掉了下来 疑似跟火车发生擦撞 这是台东开往台中的自强号386次列车 晚间在高雄路主站进站之前 发生撞击事故 可是就是没有感受到有重疾的那种感觉 那急杀就看到了 诶什么普遍道有车子贴痕迹 就想说他应该是撞到了 一架车倒退至一般道路时 碰撞不胜撞到梁宁所驾驶之机车 但因倒车不急退出平交道 以自强号386班式北上发生碰撞 老公正正常都要退了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倒退 驾驶倒退的时候都要用这个 我比较高 造势汽车来不及退出平交道 撞上汽车后又和火车发生擦撞 好在整起事故只有汽车骑士轻微擦伤 只是为了处理车祸意外 列车停在平交道超过一个小时 然部分乘客很不满 还有人抱怨身体不适却无法下车 这起事故造成列车延误75分钟 9班列车近3000名旅客受到影响 事故发生一个半小时后 约9点20左右才终于恢复通行 明日是第1南部众号报道